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异性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妈妈也年纪大 我们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如何说再见是不一样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女儿的嫁衣》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在韩国在2011年 最感动人心的亲情电影 玉女宋云娥 她是那个勤厅大饭店的女主角 她罹患了绝症的单身母亲 那我们发生那个绝症里面 她常常呕吐 我觉得跟胃癌可能有一些关系 她能呕吐 那种非常混乱的时候 她以前都躲躲藏藏 不想让女儿知道 她只是在安排一些事情 但是她已经可以知道 她得绝症 那怕孩子一下子承受不了 就隐瞒了孩子 但是后来她的病症 越来越显慕出来的时候 她的女儿 隐藏不了了 她女儿少拉 那这个小女孩 她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演得非常入戏 我们就发觉一个十岁的小孩 能够把这样一个 即将失去母亲 那她的父亲早就过世了 所以她跟母亲是相依为命 甚至可以包括是 她们两个人常常吵来吵去 她常常情绪勒索她的母亲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那她母亲事实上也是一个上班族 她要赚钱 那她们两个人的那种母女情深 在拍片的时候 剧场每一个人几乎拿了手帕 一面拍片 一面在哭着 拍片都先感动了自己 那才能抓住了观众的情绪 我们刚才一家也有在讲说 好像那个你曾经看的 网络人家说 因为这部片还没看 所以老师要介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想去看看 这个片子到底是怎么样的片子 我看了好多片都说 流着眼泪把一百分钟的电影看完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不要排斥悲剧片 在悲剧片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那种生命的力量 反而能够知道怎么样去 这个得到生命的滋养 经营我们的人生 未必不是好事哦 我觉得这也是戏剧 它一开始的一个基本的 戏剧的源头 好像就是悲剧 就是要让人从悲剧当中去学会 到底你要怎么样看待 你的人生这样子 假如梁森博与朱英台 是一个很幸福的结局的话 就不会传世千秋了 那我们这里面 那妈妈叫高文 她在丈夫过世以后 就成了一个单亲妈妈 那一面在那个婚纱礼服公司工作 一面又要独立抚养 她唯一的女儿萨拉 我们发觉 她在婚纱礼服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蛮好的老板 老板娘就是她的那个上司 就是经营者 那在这里面 好像因为高文 他本身很有创意 而且又很细心 做很多事情 他们等于是这个老板 要靠他来赚钱 而且他很高兴说 帮人家一件一件的 那个礼服做出来 让人家在那个时候很漂亮 而且还有相对的 还有准备花 还有准备的配件什么 大家都要准备 它是一个很能够制造 美好回忆的 曾经有一个画面 就是说 要追到人家那个什么现场 要举行婚礼的时候 一束花咻过去 那个好画面好漂亮 就及时赶到 让别人很漂亮 可是呢 他每次设计出来的 让大家都那种 就兵主进欢 其中最后呢 他有时候很奇怪 有一件很漂亮的礼服 他就是不卖给别人 他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那个老板 就说老板娘 你怎么一直 这件衣服卖给人家 他说不要 我就是不要 那他就 他要留给女儿吗 啊 被你猜中了 对 他就要留给他女儿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 他有病 也没有先跟老板讲 但是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他才跟老板说 这件 非卖品 非卖品 留给女儿 我要留给女儿 那相对的 他也觉得 哇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能再在那边再工作了 因为一来体力不支 二来 我能陪孩子的时间有多久 所以他就开始 要跟老板辞职 老板 哎呀 你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主力 主力啊 你就这样 但是他说 不行 我要去留下时间 给我的小孩 那在这里面 那 但他也因为 他有这样子的 他就 有这样子的病发生了以后 他就想说 那 那我女儿怎么办 那他有一个 哥哥 一个姐姐 那哥哥有 有嫂嫂 那姐姐有姐夫 他比较之下 他大哥大嫂是他最好的脱骨者 嗯嗯 他就开始把这孩子呢 去跟他的大哥大嫂 有这个建立的关系 让他知道说 假如他真的不行的时候 他可以把孩子给他 嗯嗯 可是这姐姐呢 跟姐夫呢 哎 姐夫最近又有经营上的问题 所以姐姐发觉 哎 居然 很直白的问他说 哎 你有保险吗 嗯 为什么这么问呢 哎 那 他帮他负担他的医药费吗 我帮你抚养小孩 那你的保险费 是不是就我 我可以帮你照顾 哦 他有经济上的需要 对 嗯 可是他的目的是在什么 是在为他自己的 对 呃 我想一般生活中 我们实在不能随便去问人家 这种很私密的问题 嗯 而且我们会发觉 他背后所隐藏的 却是 那个动机 的动机 是为了自己 对 嗯 所以他的嫂嫂知道说 大姑是为了这个的时候 他嫂嫂还大 打他那个姐姐一个巴掌 说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对啊 哎 他们韩国 这个大哥大嫂 哦 权威很大 权威很大耶 那他大哥 也知道他一天一天 不行的时候 他大哥也很爱 他的那个小妹 而且对他的嫂嫂 也是很好 也进到他们家里来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发觉一件事 哎 他大哥 他嫂也有一个小孩 那个男生 那个男孩子 比嫂嫂大一点 他会觉得 妈妈爸爸不公平 哎 对于少拉那么好 他以前是独占了全部的爱 现在发觉这样子 分一半 这个有没有 以后有没有问题 也可能会发生问题 对不对 我们这样 等下他受养这个小孩的时候 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妈妈看在眼里 也先要去交代 孩子你要去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跟表哥相处 好 你要去学习独立 可是少拉说 我不要 他当知道 妈妈在 交代后施的时候 他说 我才不要 我本来就是一个人 写作业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没有你 我也可以一个人生活 哇 可以感觉是 少拉的心事 她的独生 女儿的孤单 勇敢 和单亲妈妈 奋力打拼生活的困境 哇 听起来 事实上 不要说他妈妈要走 即使不走之前 她也很辛苦的 要独立 要照顾自己 那当然 说实在 少拉 她在这样的一个单亲 又是妈妈忙碌的过程中 她本来也是一个 不好相处的人 感觉她很早熟 很敏感 很任性 洁癖 又爱冲突 所以同学都很讨厌她 就觉得说 你干嘛把自己装得 那么清高的感觉 那么跟我们 有距离 有距离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面 她妈妈也很担心 担心她 以后没有朋友 对 尤其她妈妈就说 这样子 那这样好不好 那你生日了 你叫同学来我们家 我们来帮你庆贺你的生日 她妈也说那些卡片 她居然那个卡片 没有地方送出去 因为她平常就跟同学 交友不散 她妈妈并没有责怪她 她妈妈反而两个人 就在一起唱卡拉OK 把家里布置到 很有欢乐的气氛 妈妈反而就说 我就跟你家 两个人这样 好好的快乐起来 她妈妈也带她去海边 哇 在那边海边 玩玩 她宁可说 我这时候 你不上学 我不上班 让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相处时间 她妈妈 最糗 也是最 最感人的事 她妈很不会做家事 像我一样 也跟我一样 但是她那时候 因为她们要去交游 所以她妈妈就在家里 包好多的寿司 包寿司 那个寿司包得好丑 但是她就说 她都尽力了 可是第二天 第二天下雨了 所以不能去交游了 在家里 在家里野餐 好了 家里野餐 后来妈妈 整个天气好一点 就往宝大海边 就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她不会 在那个当下里面 她不会认为上课是全情最重要 我觉得这里面 有看到她 很想要去给孩子 留下美好的回忆 当然还有一件事 她妈妈就认为说 脚车车是孩子需要学习的 那这里面没有讲游泳 但是在骑车的过程中 一直 不要放手 不要放手 但是我觉得 假如你会骑脚车 对你来说是很重要 她妈妈要叫她说 就放手的 对她就慢慢的放手 就跟她一直鼓励她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过程中 她真的讲了说 这是太重要了 她就觉得 把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那她妈妈 最会做的什么 就是 做一个婚纱 礼服 那她就做出了一个 留下来 那当然 这不是这个手给她 对 就是在那个之后 她也没有跟她讲 就在那边留着 跟老板说 你就要注意这些事 那里面的一个小插曲 那她哥哥当知道高文 她这样生病 所以她就 韩国的男人 是不轻易掉泪的 她就忍不住去看看 她妹妹还在上班的地方 就看到她女儿 跟她那个妈妈在一起 你知道吗 她妈妈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她跟她先生结婚的时候 经济非常的拮据 没有穿婚纱 对对对 居然这个时候 邵拉跟妈妈 邵拉穿着一个 小男装的一个 正式的礼服 妈妈穿着婚纱 两个人在跳舞 哇 就那种 这样结婚的那种舞蹈 好感人 她 看到她的时候 她也放心 她就掉眼泪 也舍不得 她就在她的车子 蹲下来 然后就 这样子就哭 大哭出来 那种把那种 所谓的韩国的 他们那种 大男人的尊严 大男人的尊严 可是又忍不住那种 兄妹之情表达出来 甚至包括他们 他们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所以他们在 纪念她的母亲的时候 他们也做了一个 正式的一个 先是歇翻祷告 再来表达大哥的风帆 也那种感恩 所以我觉得 他大哥这样的一个表现 包括他大嫂 责物旁贷 我来帮你受养这个小孩 我觉得那个感觉 对他来说 他也可以格外的放心 当然 但是我觉得 他的姐姐 后来也反省 觉得自己 也太过分了一点 太功利了 我今天抚养她 是因为 但她当然没有说 可是她在询问 一些细节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是这样子 所以她姐姐 也做了一件 很感恩的事 就是在她后来 躺在医院的时候 她的姐姐 叫姚文 也到医院来探望高文 那高文也 整个感觉 要慢慢的离世 那她也觉得 不要留下生命的遗憾 所以去拿了 一盆个盆栽 而这盆栽 非常特别的是说 上面有各种 不同的小花 那个颜色又不同 好像就是 本是同根生 但是却在发出 不同的颜色出来 好 也来一表示说 我们虽然不同 可是我们都是 同一个家庭中 那也 当然她也跟她说 我也会照顾 她的那个女儿 少拉 那我觉得 她也生命中 也觉得 至少跟家人和解 很是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非常难得 就是少拉 当知道妈妈 真的这样子的时候 少拉就开始觉得 我要坚强 甚至包括她头上 带了一个别针 她事实上才说 我不会 我不会 不会中头发 事实上她是想要 妈妈帮她弄 跟妈妈有建立的关系 有个 那个 连结 连结的关系 这时候 她就说 我会了 我会了 我自己 她早就会了 可她用这个东西来找那个 那另外还有说 她说 她就 她就跟妈妈说 只有妈妈 你才可以忍受我的任性 那时候妈妈 因为不敢告诉她 实情 怕孩子受不了 那她就去找那个舅妈 她说 舅妈 你不能骗我 否则我以后会恨你 妈妈到底是 得了什么病 是不是快走了 当妈妈的病 她知道以后 少拉就开始 一一完成 母亲对自己的心愿 她的心愿是什么 因为她的人际关系不好 对不对 所以呢 她就不敢再耍任性了 不敢 就到 搬上去跟她说 就是讨好她们了 告诉你们 我妈妈快走了 你们可不可以到医院来看我妈妈 她就算这个表面功夫 而且她说 那个你们喝的水 我就她也来喝 那她说 你不是很有洁癖吗 认同感 认同感 让妈妈也看到 我已经跟同学很好了 所以她就真的就跟那些同学 也蛮配合演出的 就到医院 让妈妈放心 让妈妈放心 我觉得那个 这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地方 那还有呢 她就跟她有一个跆拳道的老师 那个跆拳道老师 她就跟了跆拳道老师说 我妈妈要走了 你能不能带我做一件事情 她什么事 她说我要到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 就透过广播 在某一个时段 我就故意开我们家的广播电台 这病房的 给妈妈听 告诉妈妈 我爱你 我是一个很任性的孩子 你放心 我会怎么怎么的 你想妈妈那个时候 她会听不到吗 一定是刻意的让她听到 你看多么贴心的举动 那当然卡片的制作 就更不在话下了 所以我们就发觉 她就一步一步 让妈妈也放心 她会做出来 而且还有一件事 她常常都是下雨天的时候 就不带伞 你知道最后的ending在什么地方 下雨天她带着伞出去 她就带着小伞 那个小伞打开来了 原来她有的时候 就是希望妈妈来接她 她是需要妈妈的关爱 故意装成好像很 很需要妈妈 很需要 什么都不会的感觉 那我们在这里 强迫自己突然成长 当然我相信她在舅妈家 一定也是会 会非常的体贴 也不要让她舅舅跟舅妈担心 我八岁半生父亲 三十三岁过世 说实在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 突然长大的感觉 那个突然长大 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想想 被迫 被迫 真的 而且也是老大 那下面弟弟妹妹 那个我们都要去兼顾的 假如我们有准备好 那我觉得那个形态上 就不会到后来 我所谓要用一个心理剧 来把中间的生命中的遗憾 那种情绪 做一个奔放 那个出来 当然我在这里面 我也想到一件事 当我们到后来 我自己的母亲真的走了 而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妈妈都准备好了 而且在之前 她还用录音带 所以我们七个小孩 一起开会 妈妈那时候开始 有些衰落 也没有说重病到 她还能清醒的时候 不要到了无法言语的时候 再来想做这些事 就来不及了 妈妈就跟我们讲 我们七个小孩 不管怎么样 我在不在 你们都要非常的 邻居在一起 妈妈也就准备了很多的 她觉得剩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对她来说 已经是很难得的 把一些遗产做了 做一些分配 让大家都觉得 不管我男生女生 我们都是被 被照顾到的 被爱的感觉 那当然也留一些 她的纪念品 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 甚至到最后 她有一个 LV的宝宝里面说 她在最危险的时候 就说你们把那个打开来 她准备好了 三万块的美金 因为她在美国 那个时候在 在纽泽西州 在那边最后 在那边安顾她的晚年 她就在这里面 把这三万块 她所有的那种 上张需要的费用 都准备好了 而且还包括我们大家 四五十个人 然后我们的妈妈的 因为七个小孩的 在下一代 在下一代 都群聚在一起 为她办这个时候 还有一起吃饭 包括你们的机票吗 对包括机票 还有包括那个我们的 在那边大家在一起 天哪 妈妈好周到 好周到 我们没有额外 当然包括她的棺木 都安排 都打点好了 你们用这个钱就可以 还包括了买木地 太可爱了 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 如何说再见 当看起来这部电影 是在孩子十岁 跟妈妈说再见 妈妈的准备 可是当我们 年龄月长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的无常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说再见 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怎么跟家人 毫无遗憾的 要说再见 所以我这一年 也常常在想 在这时候 我也常常说 我这个是要 要不要再留下很多东西 是不是孩子会珍惜的 那我要怎么样 那我觉得 怎么样让孩子都觉得 我们对他们的爱 是公平的 不要变成他们之后 成为竞争的对象 冲突的对象 也没什么遗憾可以分 但是至少觉得 我们母亲嘛 我们现在也不能 做到像上帝的天使 一样来包吴他们 至少我们觉得 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让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让我们的孩子 心中所记得的母亲 是一个 爱我的妈妈 还有智慧的 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 她的存在 在我生命中 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觉得如何说再见 虽然是女儿的嫁衣 这部电影所引发 我太多个人的情绪 但是我也真的觉得 也让我们想到说 我们珍惜我们现在身边的 每一个人 让生命中不要留下遗憾 人生是无常的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会蒙主宠招 上天堂去了 但是呢 就是在我们都还好好活着的时候呢 可以彼此表达对对方的爱意 还有我们的关心 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得要走的时候呢 如果你已经先做好了准备 不管是心理的准备 或是其他那些 很重要的事情的分配也好 你如果都做好了准备 就不会让别人手忙脚乱 同时当你离开的时候呢 孩子会感觉到你永远在 因为妈妈的爱 跟活着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更重要的 我们常流行一句话 父母在天堂 使你对不公堂 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 我觉得这是太太重要 诶 余嘉我倒是想问你一件事 假如你真的 不管我们的生命无常嘛 那迟早都会留下生命 都走向人生的舞台嘛 那你想留给孩子什么呢 我想要留给孩子 就是一个如何看待自己的态度 我希望孩子看到自己的美好 哇 很精神层面 对 那因为我没有什么物质 可以给孩子 我大概只有两台脚踏车吧 一人一台 他们也不爱脚踏车 所以我脚踏车只能送给别人 我希望孩子呢 能够看到自己的美好 从自己的美好出发 可以看到世界的美好 甚至他有能力让自己开心 让别人快乐 这是我要留给孩子的 我觉得一个乐观的态度 这是终身受用的 对 不管你活得多艰苦 你都可以咬着牙走过去 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 对我来说是一身最棒的福气 我也好希望 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 在他们生命中 让他们不管遇到那些人生的苦难 或是这种快乐 也是有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凌结好的事 可是也有一个勇气去接受不好的事 在生命中本来就是很多的无常 好 就是身为母亲的 你到底要留给孩子什么呢 好 虽然是母亲节 我们庆祝做妈妈的辛苦 但是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妈妈 你这个做妈妈的角色 有没有被上一代影响呢 还有你有没有去影响了你的下一代 那个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千万不要以为坏的妈妈传给你的 你只能传给你的下一代坏的妈妈 其实经过学习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哦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刘英台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部 女儿的嫁衣